行了 別像上把一樣打到後面 打不過 感覺可以 新资猛马 猛马可以办 竟然上马输了 针对一下 办了不过分 这英雄保PA这种大核才厉害 PA猛马都比较厉害吧 PA献胜 主要是中国的节奏慢 你知道吧 猛马PA很怕速推的 不果断吧 就是不果断 打得比较保守 一保守过头了 刷了刷了就打不过了 美度杀一半了 两套体系吧 他就是怕的两套体系 一个是猛马带 看一下李葵会不会放土猫 好吧 先土猫基本上放出来必抢的 还剩十秒 还剩五秒 接取现在怎么不放官法了呀 好吧想看一把接取的官法 现在也就接取打四号位官法呀 官法这版本 不看见胜还可以好吧 有潜力 还剩十秒 还剩五秒 土猫应该不用想吧 玉姬 还是想拿海鸣 请利葵的战队 还是海鸣 那这样的话 接取了土猫 土猫 土猫乌鸣 或者说默克土猫 还剩十秒 还剩五秒 请利葵的战队 挑 大地之灵 请VG战队 挑 好不离人 TB 直接抢了 李葵的思路 我发现 就是先拿后期 比你后 他就是先给傻豆 你要选一个大盒吗 你刷钱 我们四个干 你自己玩 是吧 你他的我们玩 还剩十秒 反正前二十分钟 你刷钱就行了 等你成型了 跟我们一起推 套路多少里葵 那这样的话 VG这边 VG应该也是要拿个大盒的 他还是比较 比较稳的队伍 打TP的话 估计又会拿TA 等一下 请VG战队 LITS KING 拿两个辅助 请Liquid战队 禁用英雄 伴神域是要 拿人马 人马DS好吧 应该是人马 之前我记得谢兵师说过 人马 线上很怕默克 加上DS也是好吧 DS也是很怕那个 神域啊 说错了神域 DS人马 这两个三号位 都线上很怕神域 人马也特别怕 风哥 人马是他的三技能 会被进化吗 对 对 那那挺怕的 三技能被他一技能进化 是吧 对 一个T就没了呀 人马性大 辣血他妈克 就是厉害的三技能 三技能 哇 三倍攻击 还剩十秒 不讲道理 还剩五秒 这把应该是皮鞋的人马了感觉 没人马就选DS很有可能是 这把主要是看 把什么打TB好吧 看他们怎么配打TB的现在挺多的 关键赛配好 今天他们就拿了 呃 P A 打过TB 赢了 其实TB P A 我觉得 我感觉 不是很好打TB 理论上来说 那把我也说了 因为TB是一个高护甲的英雄 P A是纯物理 理论上来说没那么好打 但是 当时大和 大和不多 这个游戏现在我发现打比赛 还是拿大和 他两个都能对打的 这两个人谁都不怕谁吧 TB节奏更快一点 不会太急 人马被搬了 莫克搬了个 那DS 拿到莫克还是很舒服的 或者说皮队想再抄到一把潮溪 是吧 他觉得这上一把对面311 他被针对了 不肥 没问题啊 再玩一把潮溪 上把也不是潮溪输的呀 上把确实潮溪 潮溪这个英雄 他线上是不能打三个的 不能打三个 潮溪有后期的能力啊 有打这个 TB就是 后期往后期打不虚 前期也厉害 这个英雄也是需要肥了才厉害好吧 潮溪 他要能够扛住不死 像刚刚 PA 一标就半血 爆一下 空了 那潮溪 什么被迫放大就不厉害了呀 他出的是那种 比较灵活的装备 他出的是推推祭品跳刀 好吧 我记得当时那样是 没有什么很弱的装备 对啊 选了潮溪 这把好吧 我推荐于你怎么打 让潮溪优丹 钢山 因为对面对面 因为对面有土猫 对因为对面有土猫 你钢山土猫就动不了 土猫动不了 就没那么厉害 打土猫尽量的钢山啊 尽量钢山 你还是会PA好吧 否则没什么好喝了 你管他选什么 钢礼 大不了护穷嘛 迷团 但是 有迷团 这个潮溪做不起来了呀 飘灵哥 在迷团面前没有肉的力量一行 打迷团的话 这把有一个好吧 什么 拉比克 打迷团 这把可以选tk 还剩五秒 打像还有那个tb嘛 tk很很好打这种 就是很吃大招的 然后再配一个核了 再配个一核 中单可以拿tk嘛 好用打迷团为什么好用 一团是靠大招吃饭的呀 就节奏慢 对 tk是一个很灵活的英雄 节奏快 这这种往后寄托是不怕的呀 你想再配一个tk的话 我这两个队真的不喜欢小小吗 两把没人搬没人选 好吧这把推荐丁哥 然后钢山 発尾 曹西优丹 操衣优丹 打那个迷团 曹西打迷团 还可以啊 不怕那个迷藏二纸呀 随便打 对啊 他生个什么油 他可以煮皮 像打这个都可以 不过一般是主三 二三对点嘛 主三刷的快点 反正打土猫最好是刚三 不然的话中路会很难受 你如果不刚三 中路会很难受 那个土猫一直在滚 路拉被导引开个幻想 开个分析可以解掉 黑鸟打默克跟土猫 有点难发挥啊 风格 这两个英雄有沉默 就必须要出BKB 出BKB被迷藏 跟TB又克 他选个灵活点的 他要 你磨呀 你磨 灵活点的 越灵活的越怕沉默 好吧 越灵活的越怕沉默 请灵活的越怕沉默 帕克 帕克他们这个阵容 又不扎实好吧 打到后期 不扎实 不是 他后面很容易 这个Luna就被谜团关了 他BKB拉大 又拉你一个嘛 谁都不拉 对啊 打团只拉Luna 他把Luna一杀 VG这种 后面就没输出了 但是 有一个说法 好像那个 是不是 帕克 A上可以打断 他的那个BKB 大招 我记得 帕克 我为什么 他是打断TP 现在能打断TP 他是打 但是你是 你是 不动的就不会打断呀 谜团拉大 他是不动的呀 不动的吗 我这个是不太知道 他是你位移 就会打断 现在是 你没A仗也能打断吧 TP 对 你没A仗也能打断 就是 比如说你小狗磨免 或者说 剑圣风暴 TP 这个时候帕克一个大 你就断了 帕克不能打断吗 帕克 我不能打断BKB 他不能打断BKB 但是你 你如果走出他那个框 A仗就是 你大了之后 你你开BKB 走出他那个框 你就会被晕 现场研究一下看看 不是呀 马甲 你帕克王 不应该呀 马甲 是有点不应该 我忘记了 我在想着 他A仗是可以大BKB的呀 我记得 对 但是他提前开B 他提前开BKB 你那个A 大就没用了 你必须要在他 在他BKB之前 大他 他看BKB 因为我没试过 我没试过 我试一下 马上就过来 这个挺关心的 我们鉴定一下 能不能打断 我还真不知道 我只知道现在 我也不能打断 他以前就不能打断 然后现在就改了一个 他他可以打断那个位移 请选择使用的英雄 不出A仗可以打断BKBTP 出了A仗能不能打断BKB 宝哥对了宝哥 宝哥专业 我已经试好了 打断不了 不带A肯定更不行 他是只要你动了 就会被打断 马桶哥绝活好吧 独系英雄 剧毒 哎呦感觉这把鱼姬 这个阵容 挺难打的啊 容出日低了 比他们容出日低 对对面有个谜团 他这个剧毒拿的好 这个帕克的发挥 我感觉是鱼姬的至关胜负点 帕克真的玩的好 跟玩的一般区别太大了 你不能打得中规中矩 好吧 我只能说这把 中规中矩 这把可能就没了 这把需要 他很亮眼 压制 这把再说吧 这个帕克要修起来 在人群之中 穿梭又不死 还能偷人 其实帕克挺怕剧毒的 是不是马甲 还比较怕冰龙吧宝贝 剧毒也是怕的 烦的 打断跳刀 帕克就那个跳刀 他剧毒 他打团 他首先他是出团队装的 然后他打团棒子 加什么大招 往里面上一甩 有可能什么跳刀之类的 就用不了了呀 是跳刀的英雄好吧 都怕剧毒 都有点烦吧 也不怕吧 因为帕克本来就吹啊 他脆皮啊 跳不动就袖不起来 马头哥 这把双沉没 帕克其实也挺难发挥的 是的呀 灵魂的英雄怕沉没了 还是那句话呀 就是一个沉没可能不太怕 双沉没就很烦 只要他们针对你 而且这把是揭取的土猫 好吧 土猫王 中单剧毒打帕克 剧毒不是帕克对手 对手 毒不到 攻击没有帕克高 捕刀被爆 毒不到 打得人 人气嘛 反正要气死去 这个对手 这边 优三 优三先保TB 帕克的攻击好高啊 68 直接补炸 但是我想 我知道这个剧毒打帕克要学棒子 主棒子可以打 推线 这样帕克就很烦 我觉得二三对点 上期一级都不要学 这个帕克对线就打不过剧毒 反正马头哥是剧毒王好吧 是芒果迷传 先学了二技能 我看他是不是二三对点 我建议他二三对点 后面再补一两级毒 打团的时候要补毒 对线一定要二三对点 才能打一趴个 兵也没卡好 这边是拿一血换了皮鞋一波冰但是没到二 夹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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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树吃树有股打股 吃一下滚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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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被钢山挺头肠的他 血固魔残 结果有点好上了二比 所以我说这一把 运击钢山呀 钢山让 这个有道理了 他们上路 上路打这个迷团 这个LULA也挺烦的 我跟你说 LULA被吃兵 诶 强出 然后 应该死了吧 死了 活不了 他死了 这波不亏呀 他这提出来就行了 不不不不 这波血炸兄弟 没兵线的 这波两个远程兵吃不到 宝哥 这波他没办法 他没办法 这波还是很炸的 两个远程兵加两个进战兵 他就是混不了 三个人他怎么混嘛 他必须要有酱油来 他把兵线勾过来 我开摄小房间打小迷团 二十万元个 二十五 土猫踢过来 这个也踢过来 没什么太多意义 他踢完了 他早一点踢迷团 可以吃这波兵的 中路毒到了吗 诶 被远古打 诶 这波过来干嘛呀 诶 毒死了 被远古打算了 被远古打 诶 他死不了 他死不了 他这个一技能毒死 他为什么 我咋感觉他被远古打死 算了呢 他有效吗 看一看 被打死了 对线有点疯啊 二十秒 不是他刚才没躲到毒 不是他刚才没躲到毒 让他缠过去了 那 这样的话还能接受 打药有毒 一个对线把自己 差点对攻 差点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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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挽住了 满血波过是被远古打空落差 这一波他截取自己 截这有问题了吧 他要不就早一点踢过来 要不就别踢了 可以取消的 他可以取消的 你马上就失联了 活了 直接就活了 十二刀 打下还要C 起点起点 不要抚到 吃好难受啊 诶 还好 还好 这法刀不得很舒服 不给你 不给你 再C一下 提逼被试一下也还好 有补到补了 诶 截取 想滚走 诶 被月光打了一下 诶 被月光打了一下 打断了 真了不起 四分能服 刷在哪 刷在下路 不 先去那个品 诶 这不f 不 不大了 出操 他这个 没打好 他这个队线 感觉这剧毒没怎么被压 甚至于等级差不多 这个帕克 帕克可以压剧毒吗 马甲 可以压 可以压 可以压呀 宝哥 他一二对点剧毒真的可以 那有可能 可能他失误了嘛 肯定爆他的呀 攻击高呀 帕克78点攻 剧毒才60 诶 这边 诶 这边 诶 哇 土帽来了 那这样的话潮汐就很容易死 上路 上路也是看到土帽在下了 两边伤后卫都挺难受的 全废的基础 P血相对来说 亏呀 潮汐肯定亏呀 因为谜团这个英雄 发育快 跟300 剧情差不多 对 有点相似 跟300有点相似 没那么惨好吧 P血补到有28刀 他300也没那么惨呀 而且你亏 他前期打幻命是赚的 幻命就是赚 这边傻豆已经去打野了 那P血无解肥了 他没办法 他没变身 他只能有变身的时候 过去配合土帽杀一次 诶 诶 上路 迷团 被滚到了 再来一次 诶 中路死了 被土帽游了呀 土帽游了 平台又开始了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这一波不想吊这个塔 好吧 有车 土帽踢上 正好混一波经验 看下经济吧 六分钟 DB无解肥 三千一 火纳 也是三千 这谜团才一千块 我操 好惨啊 他两把都惨啊 他两把都惨 DJ其实你看还好 两千二 跟中单差不多 DJ现在就活了 不解肥了 没人能管他 想走后门吗 诶 抢服 这边土帽也死了 这边是帕克来了 叫了大招 奥素服好不好 奥素服的帕克 诶 吃迷团 诶 这个小迷团 送的挺多的 诶 下路这边 给了一个莫勇 有踢的 我们踢走 踢了踢了 踢了踢了 诶 差了一个眼 这个眼很明显 又是你 又是你 他这个谜团 跟上把的DS 有点相似 上把持了六次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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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个杀后位真的蛮 蛮残的 也不是他打得差 是 是有点没办法 没人管他呀 你像这种 兵先进塔 迷团是一定要有酱油过来的 不然的话他 又来了又来了 哦他反应 强行反应 又要死了 又要死了 我他妈看你能杀我几次 他就只有这个性能 但是你这样杀他 你没钱啊吧 杀他也没钱 他等级低 金级低 一千的金级 他随便让你杀 不是 你杀他 要是什么人杀呢 要一个大哥自己 要加油 加油 不提他 单杀或者是说 不吹飞之力杀他 因为 因为这段时间 帕克一直在上路 你看这马桶哥 中路无解肥的呀 对啊 他他别的路就开心了呀 你杀他这个时候意义不大 安静 回复 而且这个默克等接链高好吧 他一直在下路 偷金业 我找一下 皮鞋是留了一点点 我操 可以外这个走位可以啊 他摸出去了 本来被关了 你看他这个位置 丛林逃生 他他他他还要吃金业 他还想吃这波冰金业 再下去一点 哎哎 他想滑笔 正受到攻击 他想滑笔 他手劲 不不不不他不敢滑的 滑就要死了 忍住了 忍住了呀 升到六级了 哇差快七级了 这样 八分钟六级的辅助挺可怕的了 什么射击 他手劲了 忍不住了 他忍不住了 忍不住了 诶 这样的话踢走 我帕克来了 踢啊 让他飞个大呀 诶 看路了路了被抓了 有 死了 死了 GH的土妈妈 五个人头 跟他都有关系 满击毒刺的 他足二技能的呀 抓得快 然后捕棒子两击毒 这个可能这个剧毒 确实像宝克说 我这个人 把毒系英雄玩的比较多 什么亚龙啊 巨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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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黑下坛 拿着人比较好 这个节奏是李葵想要的 好吧 TB现在经济是全场低 然后巨毒也是五解飞 就迷团惨一点 但是迷团 这个英雄他前期场刷得快 捕的真的快 捕的真的快 捕的挺快的 好吧 这一波下坛还没拿掉 竟然有点伤 这个世界的金币 挺伤的 谢谢你的奖励 而且这个默克前期等级高 对面你像预计不太好 强推 那刷两个技能兵就没了 这把 节奏又不对好吧 BG 这边巨毒在做一个纷争面纱 捕一下自己的法系爆发 哎 土猫滚了 哎 没沉默到了他 没沉默 莫克给了一个大 哎 但是弄来还是死了 哪又死了 血杂 吹塔 嗯 力气也死了 这一波还好是土猫失误了 好吧 不然的话 土猫死不掉 对面还要死 土猫是 他那个沉默没放出来 被PAK反沉默了 他沉默第一时间没放出来 第一时间没放出来 这迷团在不点击手 提高一下这个 他就点进BKB跳刀呀 这把迷团就是 谁叫肥好了 露娜连死两次呀 超乌解肥 被TB堆上来了 夜眼下塔 正受到攻击 这把真的不好打 危机 感觉有点酸 主要后期露娜有点被TB客的 射程射程射程 还有迷团 她被TB客 加上被迷团大招关药 单核真的是迷团真的是低 而且VG推不了呀 对面一个这么肥的剧毒往塔下一站 你怎么推呀 有 对 哎 被毒了 完了 死了死了 死了死了 中中这边还没一个滚 月光 这边土毛踢了过来 潮汐有到 没有大招 被强破了 这边想推中塔 剧毒来了 三级的舌坝 这把倒是危机打得挺果敢的 因为下路看到剧毒了 他们在超PAK 天灰中塔正受到攻击 这个塔 哦 还要推吗 还推可能要出尸啊 还推可能要出尸 真的要出尸 不给不给 TB来了 TB有变身 不缓了 不缓了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反补了 被幻象 反补了 是幻象还是手霸 幻象呀 幻象呀 给我撒斗 幻象 谜团这边是点睛了 这好气啊 花了大精力 四个人来来中推塔 被幻象反补了 谜团都没来 现阶段谜团补的好爽在上路 是啊 这个塔推的心态有点炸力 心不见危机 388直接补了一个点睛手 魂界点睛 那这样的话 这谜团前期再大的劣势都能补了 9级了呀 他刚才6级了 就那个点睛 刷两波一下就9级了 录了才10级 这个游戏叫做针对我没用呀 开悟了 V机 一定要找杰子 现在不能跟对面对刷 对刷这把就没了 我感觉他这把都没必要先做分身 直接BKB都可以单刀BKB 这把TP还挺需要BKB的好吧 他需要BKB参战 对面有帕克潮汐 他可以直接出BKB的 正受到攻击 预决者的露娜是绝中绝 所以他有自信在TB面前选露娜 2-3对脸 应该现在都抓了坏 下次学习一下 天灰下塔 正受到攻击 2-3对脸 防暴刷 防暴刷了 打架没有 这把确实需要他刷好吧 如果这把露娜 他经济掉下去了 哪怕是 他直接掉到第三 这把就没了 我感觉 这个剧毒有点肥的可怕呀 经济跟 他没死过 跟DT队的大哥一样 而且他这个剧毒作用很大 分之面杀挑战 能吃技能 诶诶 中路 能有说说 哇 这个脑毒好痛 二技能也是魔法 关联下 帕克 不敢拨过来吧 诶 过来了 说我不敢我就敢给你看 自己被打一套 炸脸死了 诶 他这个大招没放出来 诶 这个乌亚的大 但是TB来了 这个剧毒有点热 帕克这个拨 这一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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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诶 马甲 他那个 那个 那个沉默可以躲掉吗 F 就是那个虫子 可以可以 可以躲掉是吧 可以 要他 他不是有个司法的 路线吗 对啊 他就是往 往你脸上飞的时候 你按个F就可以躲是吧 对对对 可以躲掉 杀人拿塔 感觉这一把大大的不妙啊 这一把烈死 许烈 现在 很烈 经济虽然只落后一千 但是局势挺烈的 这迷团都没参战的 迷团跟TB一直都没参战 这一波TB是参战了 咳咳 迷团已经彻底补起来了 反正一时选拳这阵容就知道他们难打了 我总感觉 危机 TB被拿了以后 他们 有点难受 对啊 我总感觉有这种感觉好吧 不是呀我觉得 你看比赛应该能够 是吧 你打这种线下大赛 要从比赛中成长 你像现在我感觉健身就可以用的呀 拒绝者 我记得他健身也用的还可以的呀 对啊 现在 健身胜率这么高 而且上场率也这么高 是吧 完全可以用健身的呀 TB这个英雄其实前期还是很弱的 就后期厉害 碰到节奏快的队伍就是 很有可能给他被发育 就被魔杀在摇篮里面了 但是危机喜欢就是 跟你刷后就跟 打后期 打后期 但是你关键 你碰到这种你后期打不过的 对 他就是TB被一拿之后就发现 有点 后期打不过就很难受 啊 有TB 按照这种思维是谁 还是出兵野吗 傻豆真的不出BKB吗 傻豆 打对面的阵容要BKB的呀 对面全是法系 他想晚点出吧 可能是这样 BKB就是有个说法就是越早 他这把他只要顶住这段时间 顶住 10到20几分钟 让弥团把这个什么BKB跳刀打出来 他就 很好打了 就怕这段时间被BKB打死 但是我感觉他是 觉得这个剧毒能顶啊 剧毒这个装备 很厉害 有点贪好吧 他这个出装我感觉有点贪 这边危机三人组开悟 BKB到手 这个时候VG要打 要打要干 路纳这一步很强 有BKB 要打 这边杀都在追 VG为什么在跑呀 这边在杀土猫 土猫被发烧丢不丢 已经把土猫杀掉了 这边GP变身 在路纳有BKB 不敢打 潮汐呢 一个换枪顶在前面 路纳有点堵不丢 满活 潮汐在绕后 有敌子的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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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一波 潮汐有大 选择一个大 就不了 就不了 秒掉吗 秒掉了 肯定秒掉了 不是这一波为什么杀豆要去追人啊 杀豆 有点过于 不是 我感觉有点反转了 知道吗 讲道理应该是现在VG追着李葵打 潮汐有大 露娜有BKB 结果我看李葵 追着VG的人 诶 这边 放手 汐克 提走了 李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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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不辣 诶 辣张 绝缓 不是,VG他們忍不齊,這一波都是一個一個來的 首先是巫妖被殺了,然後LUNA在看 把自己BKB給打出來了 朝西洋是3-3來遲 你們有沒有發現一個問題啊,是你可以打自己還挺舒服的 烈士羅血挖扛壓 中路人還能站出來吃技能,然後TM你都不用怎麼carry 真的呀,我不是說點擊殺鬥啊 這個隊,都強,我操 李葵這個隊,他們這個執行力很強好吧 他們這個隊,團隊,團隊節奏是真的好 隊友都能站出來 講道理這邊,剛剛這一波弄了10秒BKB都沒打,朝西有大,都沒打過,這把沒的呀 剛才是人不起第一時間,他們就是葫蘿娃,一個個一個個在死 人不起,主要是人不起 首先是力氣死,力氣死了之後,然後LUNA被追 帕克 是LUNA被追吧,然後把BKB打出來了 這不好打呀,下一波MIT有BKB了,他是無解拉的 關鍵現在TB還沒出BKB,他出的兵耶 這TB也是越往後面打越厲害的 反而是LUNA這個時候,是把這麼早更新了BKB,然後還打不過 這個製毒太硬了呀,製毒跟PAK的作用差別有點大 絕活呀,說了馬桶可以絕活呀 這個謎團經濟也馬上要超PAK了,馬上BKB了,BKB了已經 馬上要跳的到了他這個經濟 等於說,李葵現在他們的,感覺他們的靈魂是馬桶哥啊 來,馬桶哥 上來先開個底子,跳過來打潮溪 其實他就1200血,他好硬啊 因為我記得之前,李葵沒馬桶哥,是連2000隊都打不過 現在沒有奇蹟哥,他們照樣打,你像玉姬 這個1200血的劇毒,打的跟2200血一樣你知道嗎 資料很高,對面法系太多了,沒什麼物理,就一個 他要打死他,要海明進他的身,海明很難進劇毒的身的,沒跳到 是吧 這什麼情況 李葵又出現大招清兵了 他在拿命拖線 拖啥線,對面又不推 這個單殺300多塊錢,白送的 白送的呀,這個拖什麼線啊 對面又不是打推進 好聽一點就是 就是拿命拖,拖,拖線嘛 單殺其實還是很爽的,對面 三百多,一個大哥的時候三百多,殺了一個醬油 一波兵才兩百塊 又打不過了 感覺這把又沒了 感覺這把又沒了 哎,這邊,潮溪 哎,脾氣 一路了 一路了呀 TB是怪物 TB是怪物 一路了 走到那個怪物臉上 他往這走沒有任何移 他正好,正好TB更新了兵野 他上去瞧一瞧,看一看 然後就沒了 這把我已經不知道VG怎麼贏了 感覺他們不會玩了 感覺,感覺VG不會玩了 他覺得殺一殺不過打也打不過 這時候 迷團跳到BKB 這個迷團他只要拉露娜 而且現在露娜不厲害 露娜都不厲害 露娜打TB,她的經濟必須要抄TB才好打 你看現在經濟還差不多 拒絕者刷還是挺會刷的 但是,這個盒沒TB厲害呀 關鍵還有一個迷團針對他 這個盒手短 戰裝不行 所以,刁哥有時候說他要轉點法系 這把露娜感覺打法系比打物理好 這把露娜雙修 這把不能打法系呀 露娜雙修呀 不能存法系呀 就一張蝴蝶呀 露娜雙修呀 不是那種純法系只能丟到的人 他法系的話BKB頂過人就打不了了 我覺得露娜雙修就是你的二三後衛必須要有一個是 能受到那種違和帶路物理的 你現在這把曹西跟帕哥都是 不是那種正面沒輸出的 現在的問題是不要對面不失誤的情況下 他正面想剛贏TB很難你知道吧 我感覺李葵要送兩波團妹 還要送兩波團妹 送一波VG都 都不一定好打 曹西這把太窮了 他打不了無理 他這個裝備打不了無理 這把曹西前期是被鋼三的 這就拖刷新出來了 六百的難 對呀他這個刷新他怎麼怎麼刷 兩百兩百 他要九百的摸 他刷新需要九百的摸 刷新笛子 他媽哪能刷新大呀 誒開悟了這一波 不是你死 就是 好像對面死不了打贏了 對面死不了 就是我死呀 不是你死就是我死 打贏了我感覺對面死不了 對面容錯率比他們高 這個土貓也馬上BKB了 他們太怕BKB了 危機就 誒看到了莫克 直接月塔土貫 沒用呀殺一個5號位 開悟 土貓在下樓 賺他的BKB 誒 沒個B團 沒個BKB 海向神拳 誒 打呆 誒 很難受很難受 他能買能買 謎團能買 被打斷 這就難受了 這一波抉擇也很荒誒 他沒BKB了 他能夠大招打斷 TP還是厲害 這個高地 B不了好吧 這個高地 B不了 B高地 很有可能出事 0 3 4 2 5 1 2 1 4 1 3 4 3 4 5 5 5 4 5 口號回頭的是狗 啊為什麼殺個劇毒交所有技能 沒辦法呀 他們 不交就死不了 不交就死不了 交了 他太肉了 所以這個劇毒打出來的效果比帕克的強太多了 唉這邊TB也PKB了 這個土貓也PKB了沒買 全是PKB 打起來全是黃金戰士 三個PKB吧 劇毒賣出 就是在補爆發 補了一個兩階大根 劇毒不用出PKB了 吃技能啊 就出肉裝呀 再搞把A帳呀 可以 再搞把A帳忙 完美 打團往臉上跳的這劇毒就是 唉 打我 打我你 死了隊友收割 完美 這個劇毒打團只需要把大招放出來就行了 現在謎團只需要大露娜 把露娜一大 那把拒絕者不能死 好吧 死一次感覺 再死一次人就沒了 就輸了吧 感覺要輸 好吧 輸一次感覺就輸了 TB 感覺要出金箍棒好不好 他不能出褲敵 現在絕 絕對不能死 節奏不能斷 他超超無解肥 全村的希望 還不能被謎團大倒 那謎團可以輸把引刀 其實 打團就引刀找位置呀 大個呀 要打盾嗎 看一下TB TB的變身還有二十多秒 四個BKB 正面團危機太難打了 還有一個 沒有BKB更弱的劇毒 我操 這邊 我差點說運死了 李葵 夜眼下塔 正受到攻擊 你看到傻兜的那個 對 我看到那個ID是M死了 這邊打盾了 拒絕者更新了撒彈 這個盾放不了好不好 有奶酪的 二代肉身 比起他不肉啊 血是很多 他不肉 但是甲不是很高 那這一波 最強一波有撒彈 BKB拿大 他這個BKB 能吸嗎 吸 吸出來了 跟你說對面空大 機械帶人 機械 打不過呀 機械C一下 減攻 有炸了 別大招 大了 這個大完美 能不能秒掉TB TB死了 但是露娜也倒了 那也死了 TB也是滿活 這波露娜都已經剛住了 還是打不過 這個團戰已經完美了 謎團等於說空大 完美完美 等於說敵太空大 潮溪大一萬 等於是大招換了BKB 對 完美大都打不過 給我的錢 所以他們這個陣容想拆 就很難打呀 他就說了這個PAK 不能打得一般呀 他這把就是打得很一般 還要對面沒滿活吧 只要對面五人騎就打不了 他只要謎團拉 露娜就打打不過呀 一些3900塊 想做大新裝 大新裝給露娜加戰鬥力 他們這把其實想贏 就只能中路PAK 把這個地圖打爆 帶節奏帶著飛起 打成這樣肯定是輸了 因為這種本來就劣勢 不知道有沒有聖劍有沒有機會啊 聖劍 再拿一撥好吧 他是缺輸出 他確實只能出聖劍 出別的感覺打不了 沒贏面 沒贏面 只能聖劍 撥一下了 只能撥一下了 聖劍加330的攻擊 出別的沒贏面 好吧 出聖劍還有點 點點機會 TB要出金箍棒 可以看出 剛剛他們還是缺輸出的 他有金箍棒 就可以把這個露娜打死了 對面 這個聖劍會不給他機會刷 就看看 他可這邊是三級大根 留了個滿 揭取再出蜘蛛刀 感覺這個聖劍應該是出得出來的 這個局勢 對面還沒有太想著 散高 再等一個TB的蝴蝶 可能 出那個出金箍棒 好 蝴蝶 秒不了TB主要對面 他可22級 他在吃書呀 想趕緊印鈔 這潮汐要怎麼刷一球放兩個大 他刷不出 那個刷一球那不是很淡 不是他可以 他可以先刷新 做完刷新之後 買一個那個能量寶石 加磨的就差不多了 實在是刷不出好吧 七百了 他還是三級大 不是有一種說法 他可以不點三級大的呀 算兩級大 他點都點了已經 天灰上塔 正受到攻擊 夜眼下塔 已被摧毀 帶兩雙血 被橫屁發血 他就買個能量 能量之球 發行之後買個能量之球 就夠了 這波要B高了 可能 至少把人打回來 他不會打到這個大塔 就走 至少把人打回來好吧 買了一個芒果 那他現在是800多點魔 還是不夠呀 阿曼你看多明確了 不夠吧 不夠他要一千多 他要一千多還是不夠 沒用 他連不起來好吧 他需要買那個能量能量之球 雙阿盲 大盲 320 沒用啊 他是650 650加上375吧 要一千零幾 要一千零幾 一千零二十五 除非他現在有二十個魔棒 好吧 那就夠 欸現在野怪方技能加不加魔棒呢 加了呀 那他可以去調戲野怪呀 大廈在採 對 他在這個大廈去採 去採他呀 他現在有能量球差不多了 幻想 他在把芒果拉上去就夠了 不要大魔棒 大魔棒 掉下去 他就少3點屬性呀 3點治理呀 60點 60點加 加65嘛 夠了呀 他等於說加65就是一千零多 就夠了呀 把芒果拉上去 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 瞬間等不出來 要上了 海明 都高 他沒了呀 這路 他跳不出啊 他被蛇棒所措了 啊 這種跳刀 很怕蛇棒好吧 劇毒 就這樣割了嗎 割了一次是 毫無辦法呀 你看的是有什麼辦法 這邊燈的時間到了 他跳不出來 那這樣的話 你快這邊 先撤呀 等這邊TP的買活好不好 兩分鐘 買活再打 穩一點的話就是 等有買活再打 毫無辦法呀 現在V機好吧 等的 就是這邊拒絕者的聖劍 現在六千 五千六 聖劍是六千了吧 一人在的 一人在的 六千 聖劍是六千 六千的話 賣個攜帶夠了呀 哎 聖劍出事 還是買了 聖劍出事 聖劍刷新一波流啊 這一波 O1 以最後的機會 看李葵給不給好吧 接不接 發信號了 黃色的 土貓 加速 這一波買活情況 TB還有一分鐘 欸 TB他為什麼 有 我發現 傻豆有個壞毛病 他昨天也是好吧 他取完就是 小劍就買 他不留買活 他馬上可以買了本來 一分鐘 土貓被找到 昨天我記得他有一把 是劍聖的是誰 買了一個那個 劍法球買不活 大招 欸 結局 哇 這個球 帥跑 欸這他媽 跑得過帕克 沉默 你說跑不過帕克 啊 你別說還真跑不過 欸 跳 欸 喂 他沒石頭了 他這個石頭放光了 他沒石頭了 他沒石頭了 他有石頭還真跑了 跑這麼遠 我操 喔今天啊 今天 反正我記得他有一把 劍聖就是沒流買活 喔他直接更新了金箍棒 其實他應該有流買活的 像這種局勢 蘆娜聖劍被發現了 因為像這種局勢 萬一是吧 出了意外 TP被抓 是給VG的機會 他們就一波就如理高地了 馬桶哥也是羊刀了 流了滿 火錢 不敢學 這個謎團做了一個玲瓏心 也流了滿 謎團流滿 謎團劇毒 土貓 只有TP沒有買好吧 李葵這邊只有TP沒有買 放手一搏好 所以說他們現在需要跟著TP啊 TP是不能死 哎 查詩 口訣呢 藍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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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時間藍不夠 我也點藍 抓緊打 先 兩眼 來一個大招 找到了 劇毒 劇毒能買 全買了嗎 這不我要打 TP衝臉了 哎 咦 咦 隱身無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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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 再吸 再吸 這邊給了一個 但是還是打不過 還是打不過 打不過了 又隱身無敵 又無敵 又無敵了 打這 還在追還在追 有個倒影 先 反打 打 打 換血 換到了 哎喲 還是打不過呀 這麼好的機會 哎喲 這個正 正 錯率還是 還是正方好吧 這幾波團戰 好吧 感覺李葵都給機會了 還是沒打過 這是他們的決策吧 他覺得打 其實正常跑可以跑的 他又拿了一個隱身服可以跑的 如果剛才 有人喊回頭打了 血戰 因為對面全買 我再來一波就贏了 對對對 打下一波呀 我以為他炸彈好了 回頭打 應該是有人喊的吧 他剛才砂彈好了也沒用 土貓滾過來 誒是誰給了他一個大骨灰啊 我看到 難道我看錯了 好像沒大骨灰 沒有大骨灰啊 土貓沒出就沒人出呀 不就是有人喊的吧 這種時候 Carrry是自己想跑的 海明給了他一個骨灰 好像是 有個隱身服 就在你臉上 直接跑了 他回頭打 沒打贏 應該 能跑掉的情況下 跑了這波就完美 跑了很抓呀 下波再打贏了就直接贏了 對 再拿一波就直接贏了 對面全部買回來 或者你 你緩一波調整一下 吃個鍋再來打 誒真刷了 茶席沒大 Luna沒聖劍 TP 戰鬥力拉滿 撿了一把聖劍 後面加了400多 再變個身 這個TP 太恐怖了 700多 800的弓嗎 這是變身 變個身就炸人了 炸裂直接 不能被他打到 這是 但是 VG還不能說沒有機會 因為對面是買活 還有最後一波的機會 TP 對還有一波的機會 而且我們必須在這7分鐘之內打 好不好 不要金箍棒了 還有5分鐘買活CD 這5分鐘之內VG必須打一波 等他們買活好了 我覺得VG就沒機會了 看來BKB馬上把金箍棒拿上去好吧 VG團戰能不能打過好吧 看皮鞋這個口訣練的好不好 大哥 三波兩個大門連起來 沒磨 不過我印象中有一波那個 呃 跳過去什麼 反正就是反正刷新球 那個口訣練錯的 好像就是皮鞋的差 好戲 等一下 露娜 露娜想做第二把聖劍 露娜有個雙球 有個雙碎片 也挺 感覺打不贏 感覺打不贏 好難打 這波打現在沒聖劍 輸出不贏 就拉你兩個拉你肯定死了 你怎麼打 感覺打不贏 要輸出沒輸出 這迷環就拉你 你怎麼辦 我就在想這個問題 兩個大都拉你 BKB跳大拉 再拉一次 你就死了呀 就算你開了BKB 拉你10秒鐘 而且他這一波都不用拉路了 講句實話 隨便打兩個 有兩個人在一起 隨便打兩個 他有兩個大 TB這個裝備 他拆塔就是一秒鐘呀 不是 皮鞋這個出裝 他為什麼加攻擊 不加冷卻呀 知道呀 看一下 刷新球 25度 感覺他這個出裝 有問題 有問題 他加冷卻的話 大招CD會快跑 有問題 引刀 TB 車子也賣了 鼻子也賣了 一眼下方聖壇 正受到攻擊 TB 換 沒事換水 不是 他隨便換一下隊友的血呀 換木科呀 他 這個他不換木科 提鞋 我覺得吧 一眼下方聖壇 正受到攻擊 他得把這個鞋 換成密法鞋 否則他根本沒藍放這個矛基 謝謝你的獎 向我先換密法 他得換密法 否則他只能放大 你告訴我 他攻擊有什麼用呢 你就出一個密法呀 他賺都賺不了 他賺都賺不了 他沒法賺你知道嗎 他大盤之後賺不了 賺不了全力 他買雙鞋嘛 多大的獅啊 就無波 對 再拿一雙鞋 好吧 他很需要再拿一雙鞋 我覺得 否則的話 這個攻擊力加得毫無疑 一眼上塔 正受到攻擊 他很需要一雙鞋呀 不俗 不好意思換 哈哈哈哈 這啥不好意思的呀 你別再買雙鞋呀 天地呀 換了這個隊 後面比賽沒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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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人 他們再砸一把槍 呵呵 大C密 好吧 大密C 我記得有一把刷密大密大 就是皮鞋好吧 跳過去 這個B 沒意識到他要買個密法嗎 否則他放不出毛機 沒輸出的 光兩個大招 D都放不出 웅 我去邊 土貓也是羊當哈 算了 兩把羊 TB 炸彈了嗎 這是 炸彈了 Luna這邊又搞一把聖劍 這不買 買了呀 又來一把 但是這一波Luna是不能被謎團大逃啊 大到就沒了 兩個大 那他怎麼不被 謎團大呢 這個問題來了 我都好了呀 我這TB他媽的這好遠啊 加300魔化距離 還有聖劍呀 還有聖劍 安全點 這路感覺要割 好吧 感覺要割 打不了 只能割一路 穩健 這個兵不敢猜嗎 他有盾 他有聖劍 他不想輕易的死 萬一死了你大國 兄弟 死了他有盾呀 不是 這個隊伍不是你的隊伍 如果是你自己的隊伍 是吧 那他媽的 我說了算 我是大哥 我他媽的應該是別人的隊伍 等一下送了聖劍 麻痺別人說 穩 好吧 穩 反正我不接過 要考慮到各方面的因素 反正不接過 你肯定要考慮到各方面的因素 能穩則穩 反正聽指揮呀 是吧 你坐著 這邊 羊到了 帕克 兩把羊 沒了呀 兩把羊 動的動不了 什麼 動不了 沒有寧可 感謝安博大佬的火箭 好吧 感謝大佬送的火箭 九一開大佬給出的數據是 兵型三萬 他們就陣容真的 隨便打 這迷藍兩個大 怎麼打 來了來了來了 最後一波 最後一路 大戰 怕他買活 看一下皮鞋 老皮鞋 鞋引刀 看一下老皮鞋 老皮鞋 看他給TB了 隊友跟不上 狗毛有寶石的 他這個磨練好像是剛好跳過去 大招刷新 大招就沒磨了 對 就沒磨了 他放不出C的 梅蘭好吧 梅蘭牢記 這個 這個免死金牌還是加多少磨 300 可以多個50 出免死金牌可以多50磨 哎呀 土貓 土貓 證明是可以買活的 土貓 土貓 證明是可以買活的 土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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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明是可以買活的 等一下 哎 兩米團 米團秒了 但是米團滿活 那這人怎麼辦 兩個大都沒有 TB這邊風寬的輸出 這邊是誰被揚了 拒絕者 又被揚了兩把揚 直接的吸 但是還是打不過 哎 空大 但是第二個大好吧 又是拉住了拒絕者 又是隱身無敵 太難打了 兩把聖劍 沒格子了 TB 不要不要 你們拿去 像這種打到大後期啊 兩個大去秒一個人 對面是肯定有買活的 基本都是有買活的 關鍵他們這邊沒有 誰能夠打斷米團的 這邊露娜有買活 但是他已經少了一個聖劍的戰鬥力 電源中他正受到攻擊 哎 這邊吸住了 TB 米團 但他沒到 哎 三個大 他有刷星球加碎片 雞雞 他媽的三個大的米團怎麼打呀 講到你這種人有三個大的米團無敵呀 這後期沒別人厚呀 沒辦法呀 這把危機就注定了 很難打這一把 等於說第三把 還要看 VG打誰啊 第三把是 看了一天危機了 看了一天危機了 看了 看到三把 等於說要看三個BO3今天 今天要看 看他三個BO3呀 就算了 我看了 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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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